美国有超过1亿人已经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 但推广过程并不顺利并且有人打尖 下面是我们的记者巴尔德拉斯找到的原因 在美国大多数高危人群等待接受新冠疫苗接种的时候 首都华盛顿的居民马克已经接种了两剂莫德纳疫苗 马克36岁并没有特殊健康问题所以不符合资格 疫苗一旦解冻保质期只有6小时 所以有部分药剂师会优先考虑找人来接种 而不是把疫苗白白丟弃 31岁的大胃也不在优先名单上 但因为制度漏洞而受益 他在华盛顿巨人超级市场购物时被随机选中 巨人超市的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大卫这类的例子罕见 分店的药剂师都遵守华盛顿卫生部门的所有规定 对疫苗的信心正在加强 但供应仍然短缺 那些还在等待着的人 因为网上注册似乎永远显示 没有预约名额令到他们越来越无耐性 在阿力山德里亚这个社区药房 希望打疫苗的人并没有预约就上门 药房方面有时被逼停止继续接种 为了令到情况获得控制 阿力山德里亚市卫生局已经禁止接受没有预约的人 并且建立后备系统以防止有人插队 但仍然要被软浪费 我们有预约的预约人们 那些不同的伙伴们可以召唤 说可以来这里很快 因为我们有预约的疫苗 我们真的需要预约 预约人们在高危险的病毒和死亡 70多岁的德科斯特夫妇属于高风险人群 他们遵循所有规定 并且耐心等待他们的第二剂疫苗 他们希望其他人也能够照样做 记者巴尔德拉斯 阿力山德里亚报道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种新冠疫苗 医疗专家正在去解决 如何证明某一个人已经接种了疫苗 下面是我们的记者巴卡雷哲 一张简短的表格 一些有关健康的问题 一剂快速的接种 然后就是一张疫苗卡 这个就是美国接种新冠疫苗的标准流程 疫苗卡是一张纸 由卫生人员用手填写 马里兰州教师马尔最近就拿了一张 疫苗占逐卡提醒你 在三个星期内要接种第二剂 它也是美国电子记录档案的备份 但是谭立坚也为疫苗接种证书很容易偽造 他希望用世卫组织正在考虑的一种新系统 西卫组织已经有一种黄卡 它实际上是进入某些国家所需要的正式疫苗接种记录 这个想法在新冠疫苗接种也提供相同的功能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建议使用疫苗接种应用程式 国际经济论坛也正在研发一种类似的数字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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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称为通用通行证的应用程式 这是储存所有医疗数据的IBM平台 国际经济论坛也正在研发中 不过人权活动人士对依靠应用程式感到担心 他们强调并非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 开发人员说这个应用程式到2021年底前应该会全面运行 有关官员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各地疫苗接种的速度快慢 以及各国在何时开放边界 记者巴加雷茨 华盛文报导 多谢收听美国专讯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